10月22号傍晚,张女士开车,带着丈夫从宁波海蜀到慈溪去看房子,行驶到神海高宋,安东匝道枢纽处时,张女士直接从第一车道打方向强行实现变道,准备下匝道,结果车子被后方小货车追尾,车尾瞬间面目全非,万幸的是,车上人员都系了安全带,并无大碍。 后方小货车司机则表示,当时看到小车变道后,便踩了刹车,无奈避让不及,还是撞了上去。 张女士解释,自己之所以强行变道是因为导航反应太慢了,高速交警认定,张女士因实现变道的违法行为负事故的全责,对她处以罚款200元,即三分的处罚。